门神,即斯门守卫之神,是农历新年贴于门上的一种画类 作为明经信仰的守卫门户的神灵 人们将其神像贴于门上,用于驱邪避鬼,为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等 是中国民间深受人们欢迎的守护神 相信大家对民间门神的印象大都停留在这 这,还有这,属实是中国卫始祖 那么随着近几年来,国风热潮的兴起 很多传统文化也是以一种全新独特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打破传统,就比如今天给大伙介绍的这一款门神 情不穷与欲不迟 混沌造物是一家结合传统艺术潮玩的新兴品牌 此款情不穷与欲不迟 更是混沌造物与棉竹年画博物馆合作推出的第一款 非以主题潮料IP 那棉竹年画博物馆是容收藏、整理、研究、创造、出版、开发、销售 传授年画技法,培育新人,以艺术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一体的 全国唯一的专业年画博物馆 也是全国最大的年画馆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看回这次的产品 由于是先行件 所以我们无缘欣赏到这款的外包装 产品的组装过程也是非常简单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款的地台以及门板 自带旧画涂装 属于写实风格 而且相当有分量 各有足足五斤朵 秦不穷与玉武池的脚部也内置了磁铁 配合地台上的脚印位置 可以稳固的连接 地台中间是可拆卸的笋帽结构 也就是说 它们可以分开独立摆放 也可以组合在一起 相当于获得一套两个独立的雕像 对比原画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追求细节的同时 再现了超逼针的还原度 两者的体块也不小 到门板的高度约30厘米 猫狗的高度也有着17.5厘米左右 整体的长度更是达到了40厘米 宽23厘米 倒是很适合放在玄关柜上进行展示 整体设计灵感是来自于传统年画门神中的 琴琼与玉翅弓 并名上通过谐音梗打去的方式 也在传递现在年轻人对财运与爱情的祈愿 主体原型为中国土生土长的田园小可爱 三花猫和四眼狗 三花猫也是招财猫的原型 而四眼狗常常是忠诚专一的体现 这里也结合了历史中琴琼的白脸细眉 玉翅弓是黑脸粗眉的说法 再结合官方给到的剑袭门神称号 所以除了消灾驱邪 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 在他们的背景资料里 琴不穷是一只没有厨艺天分 却热衷料理的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手拿锅铲勺子 腰间细着油壶 一副厨神的模样 而玉不齿 则是一只无时无刻不忘锻炼的肌肉硬狗 拥有强作的体格是它的生活目标 唯有撸铁才能让它充实 但眼睛上的伤疤 以及没有了的尾巴造型 总能让人联想翩翩 也许这是为了体现肌肉硬汉的形象吧 当然 作为历史中 琴琼与玉翅弓所使用的代表性武器 简合鞭 也被巧妙地融入在了铠甲的装饰之中 说到这次的盔甲 细节做得毫不含糊 有着曲线红面过渡 也有着精致的浮雕呈现 再配合产品本身的高质量涂装 使得整体质感满满 尤其是对于猫狗本身的毛发纹路还原 更是层次分明 刻画得相当到位 两者背后固定旗帜的装饰件 也是非常的醒目 都是各自爪子的造型 加上背上的旗帜 造型古朴 也意义非凡 琴不穷 身悲天道酬勤 欲不迟 则身悲 怀才不欲 这仿佛是在暗指当代社会的年轻人 只有多一份耕耘 才会多一份收获 娇尼付出了足够的努力 将来也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可有时也不是顺风顺水 花有才能 而没有得到施展 也是时有的事 可能这就是他俩所要传达的意义吧 与色彩滑绿的主体相比 门板和地台则会显得素上不少 地台以轻视版的形象 配合写实旧化涂装 加上表面凹凸的纹理 质感拉满 在右下角还会配有一张编号身份牌 总共限量298体 再结合可拆可组的玩法 也使得这两款角色 有着不错的互动感 拆分可当独立展示 组合后 也是一套不错的国风雕像产品 这套源自传统 而不定于传统的 新晋猫狗门神 是将传统文化 以一种全新独特的方式 诠释了门神的形象 身上的各处细节 通过了解后也能知晓 背后所隐藏的特殊寓意 在我看来 这套小雕像 既可以放在家里 作为振宅祈福的道具 还能够实现猫狗双拳的梦想 可谓是一举两得呢 可能有朋友要问 这一对可爱的门神 它们的价格多少 那官方目前的预售价格为 2488元 不过呢 它给各位朋友准备了个惊喜 那就是有早鸟价 目前是1988元 那么屏幕前的各位 对这一套 见习门神 情不穷 与欲不迟 感觉怎么样呢 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中 留下你们的看法 当然了 也不要吝啬你的点赞 看在这对猫狗门神 如此可爱的份上 就赏个赞吧 我是神仙组长 我们很快再见 cia